下面要跟您说说考古的事了 史学家普遍认同 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 距今有3600多年 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过 可现在这个想法可能要改一改了 因为最近在浙江贫湖 庄桥坟遗址考古有重大的发现 在出土的器物上发现大量刻画符号和部分原始文字 经有关专家的论证 这是迄今为止 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字了 比甲骨文还要早1000多年 这些刻画符号将中国的文字史诗向前推了1000多年 大家不妨看看这些最早的原始文字 您能认出几个呢 我们来看上几幅 看上去好像是杂乱无章 没有任何的规矩 不过这个字右上角像不像我们一个姓氏正字呢 这么珍贵的出土文物 出来之后肯定要放到博物馆里面去展览了 接下来